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7月10號 這個是小米OS新版 我看一下 怎麼日期不見了呢 今天是7月10號然後晚上9點45分 那我今天下午開了一個很長的直播 然後這個直播最後面二晚停在25-60 那就是看了一下紀錄 我覺得借一隻古弓就可以解決25-60喔 結果我一借啊 我想說這個這個已經禮拜五了 不知道是先借到梭莉絲還是先借到什麼 就一借就借了三隻這樣子 那這個25-60就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推25-60呢 是因為說我的那個工會幣已經滿了 那我的進度在25張 我的工會每天刷新 我沒有花100鑽去刷新那個工會啦 那工會商店每次刷新啊 都是刷出紅裝喔 那工會商店的紅裝其實我不建議買 因為這個他是 只有很低的機率會出種族喔 很常會出現這個沒有屬性的這個紅裝 所以說我又不想花100鑽去刷那個T1 所以我想說那差不多是時間推圖了 而且現在其實推圖也算是有獎勵喔 除了一些掛網資源增加之外 群星之木他很多的機制也是跟那個 也是跟掛網有關係的嘛 對不起 也是跟那個主線進度有關係 所以說我推完那個25-60之後 又開了一些什麼掛機增加一些資源 還有包含那個什麼 異界迷宮獲得了這個迷宮幣喔 所以這些東西很重要 好講著講著這一關就要推過了 這個是我在外面錄的這個紀錄喔 所以說我當時我跟那個GGT大大借了一隻五星的阿塔利亞 結果一直推不過去喔 然後用了這個怎麼講 操作業的這個陣容 借了一隻古弓之後 然後就輕輕鬆鬆喔 然後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然後看那個紀錄的大大 他是240級就過了 那我現在248級 好過關 這個傭兵的這個古弓推25-60 一個禮拜就只能用一次傭兵 這個無課也可以用傭兵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划算 還好我在前面我沒有亂用傭兵喔 就是撐到了這個最後一關才用 所以這個傭兵用的相當有價值喔 感謝這個借我傭兵的大大 那因為今天是禮拜五嘛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 又可以再用傭兵囉 好 因為我現在女妖跟古王都已經白色了 然後光光也白了 那個光光是運氣很好 這個自選商店抽到了 所以說這個種族抽我就決定 去抽亡靈喔 因為這個因為今天正好是亡靈 然後再加上說 我希望我的古弓趕快上白色 而且我抽到一堆古弓 但是沒有上紅加也沒有用 我現在已經 就剛剛又抽到古弓了 所以說我現在已經有 6隻古弓了 然後就是心願欺嘆大概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決定先把古弓練出來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會先 全力培養亡靈的角色吧 因為我現在埃隆也白了 然後光弓也白了 要嘛是沙菲亞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骨弓的重要性比沙菲亞還要重喔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我這邊有三 三個指甲的這個骨弓 然後正在等我的骨弓本體上去 好這是一堆的骨弓骨弓 這個樣子 然後2800鑽 還可以再10抽 那繼續再10抽吧 我的那個亡靈還可以再抽 好抽到一些肥料 然後再來是鑽石抽 小浩應該還會在鑽石抽 好一陣子喔 暫時還不會考慮小浩把那個鑽石拿去 蘸星抽 索羅斯 不錯不錯 索羅斯 我靠索羅斯在那個 扭曲夢境還是可以打到不錯的這個這個階級 也是常常上那個什麼傳奇 所以索羅斯真的好用喔 好那我終於可以有一個金家的肥料 那就用尾蛋當底吧 有兩個子家的尾蛋 好先生索羅斯 索羅斯上了金家 接下來我可能會考慮先讓 先讓那個萊卡上紅 因為萊卡開專武之後是加命中率 萊卡加到20之後 其實對於物理攻擊 的角色有很明顯的這個增加 因為我以前是用獅子克愛索羅斯 還有綠三寶長大了嘛 所以當時那個萊卡 專武上20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的克愛索羅斯攻擊力變得 變得很猛喔 好我的骨弓終於紅色了 可是 本體是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還差紅加 所以我接下來的目標就是 把我的骨弓升上去趕快上白色 除了推這個亡靈塔好推之外 骨弓也是百搭的角色 他跟光三寶或是剛剛看到那個 推25-60 光四寶加上骨弓 完全就是靠骨弓推也是可以喔 只是說骨弓傷害力比較不足 可是現在因為有這個生命之術的這個遊俠 所以可能可以補足這個 這個傷害力不足的問題 好推過了25-60之後又可以解鎖很多群星字幕的機制 好譬如說這個沙中座 增加掛機英雄經驗每日掉落產量好不錯 然後這個比較不急 因為經驗值實在太多 好這個很重要 增加意見迷宮 命運金幣掉落產量15% 這個 幾乎是生VIP的這個等級 好這個增加掛機普通黑鐵鑄壁這個就是 材料升階的東西所以我這個就直接 用鑽石解鎖了 好那這個影片大概就到這邊喔 然後謝謝大家觀看 然後我的那個郵件 郵件還是一樣 公會幣 這個我現在已經沒有鑽石了 但是我也不會想要用花100鑽刷 反正那個那個郵件可以放7天 那個7天才會 東西才會消失 好感謝這個借我骨弓的這個大大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